我们还是准点开始 已经准点了 好的好的 各位好 那我们今天呢 知不知的第一场视频号的直播 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直播呢 我们要搞就搞一个大德 就是准备是一个高端级 但是呢 我尽量的通俗易懂 我们这次呢 我是想差不多至少50次以上的时间 我们给大家直播 讲授一个哲学的普及的课程 但是呢 这样的普及呢 它是深入浅出的 它也是有一定的深度 但是我希望强调的是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的文坎 那我们所用的这个书本 或者教材呢 叫做做哲学 大家看到哈 这里面的这个英文版本呢 它是第七版 它是第七版 是吧 那么这个第七版的英文版本呢 其实这本书 它是有这个中文翻译的 这个中文翻译呢 它是那个 应该是根据的是第五版 我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书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中文译本吧 应该会有中文译本哈 但是呢 这个是第五版 它跟第七版 是有不小的这个差距的 这是版本上的这个问题 那么因此呢 我现在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这次直播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英文版 给大家直播 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刚才所讲到的 就是这个版本的问题 因为第五版本 第七版 它增加了很多的这些新的材料和素材 这是要说明的第一点 那所以呢 我们用英文版 它会更加的全面一点 第二个呢 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关怀 就是我们读的是哲学著作 那么最好是原文的一手的这个文献 我们都知道语言呢 是存在的家 而哲学的语言呢 它从古希腊开始 它就有一个哲学的专有的名称 叫做罗格斯 而罗格斯呢 就是代表了理性的思维 所以呢 我们尽量的用这种比较普世化的 理性的方式 去接触哲学的论证的途径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尽量的用英文的原版 但是呢 我在讲授的时候 我是用汉语 用中文进行讲授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当然是我自己呢 英文的口语不行 这个需要声明的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网络的公开的直播了 大部分人可能 可能也没有这样的英文阅读的能力 但是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去感受 而且呢 汉语哲学 最几年在哲学界 是一个大家讨论过的一个话题 所谓的汉语哲学 听起来挺怪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 有汉语的物理学 有汉语的这个化学 有汉语的数学 这说起来就很怪了 但是我们的确可以说 有汉语的文学 有汉语的史学 有汉语的哲学 但是我希望这样讲的时候 大家不要就是觉得我们是比较固步自封 比较偏狭 好像是强调以我为主的 其实不是的 只是想我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刚才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 我们的母语是汉语 但是汉语 我们所用的汉语是现代汉语 而中国语言的每一次的大规模的进步 都是与对外的交流融会贯通 密切相关的 这就体现在文化交流方面的 大型的翻译运动 比如说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运动 当然是丰富了我们的中国的汉语 然后五四以来 白话文运动 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圣经的翻译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拳击的翻译运动 包括商务印书馆 他们的汉语世界民族等等 这些翻译运动共同的塑造 以及引领到中国的现代的白话文的汉语的成熟 就是我们今天的汉语应该说是一个世界语的 所以我们之所以强调汉语哲学 恰好是希望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打开 我们不要固步自封 哲学不存在中国哲学或者外国哲学 哲学就是普遍的哲学 而当我们用中文去讲授这些西方哲学家的经典著作的时候 不管是讲授波拉图 苏格拉底 还是康德 还是黑格尔 这些著作呢 一方面当然也有英文的德文的希腊文的原始的文献 但是另一方面呢 大部分著作也是翻译成汉语的 当我们他翻译为汉语或者中国的这些哲学研究者 用汉语的方式去讲授这些哲学的时候 就像中国著名的一个哲学家丁颖老师 他就曾经说过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 他说这些所谓的哲学著作 就是我们的中国人的哲学著作 你想过一旦翻译成中文 在中文有了一种传承有序的解释和发展 那么他就是中国的哲学著作 黑格尔的哲学是演讲的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在中国已经有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 那么多代人的这个积累的情形之下 他就是中国人的哲学著作 同样 我今天讲的这个做哲学 尽管是一本当代的哲学家的著作 但是他一旦今天我在这里用汉语给大家讲座 而且这本书也有翻译成中文版本的著作 那么OK 他就是中国哲学 我们在讲的就是汉语哲学 不过这样的汉语哲学 这样的中国哲学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哲学 我们有开放的这个胸怀 这是我要说的重要的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尽管我们讲授的是一个普世的东西 是一个普遍的人类所根本关注的大问题 是一些哲学思想的精华 但是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有自己的生命体验的 当我用汉语的方式去讲授这些英国英文的哲学家 所写的著作的时候 我带来的体验和一个英语的读者 他阅读这本书 理解这本书所带来的生命的体验 它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的声明 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一方面我们要用英文原版 但另一方面我要用汉语 用中文给大家来讲这本书 这是要声明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讲法 就是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遍的哲学爱好者 包括大学的中学的老师 包括中学的这些学生也好 家长也好 我认为通过这种书是一级多得的事情 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大家阅读英文的这些文献的能力 我们日积月美 以日语年 日拱易卒 每天读一点 每天感受一点 慢慢的你就融入了这样的语言的氛围当中 那我相信对大家全方位的提升是有好处的 这是我要说明的一点 就是我们用的是英文版本 然后用中文解读 那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这个是第七版 然后呢这本书的副标题 叫做通过思想实验 把我们引入做哲学的活动当中 他也就说这本书它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是思想实验 我们知道一说到一本哲学的导论式的著作 它是有很多的方法的 很多的哲学导论著作呢 它重要的就是注重的是它的概念 它的范畴 它的逻辑的论证和思辨的方式 但是呢 要读懂哲学著作 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思想实验的解读 那么哲学里面的思想实验 就像我们的物理学化学里面的这些科学实验一样 它对于近现代以来 我们对于哲学思想的这个理解是核心的 不仅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我认为它是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我们待会会讲为什么叫做这个思想实验 这又是我们对这个标题的又一个说明 再一个说明就是主标题里面的叫做做哲学 我们传统上对哲学的理解 我们一般都说哲学好像就是纯粹的沉思 是一种理智的沉思的活动 好像它是不需要行动 不需要实践的 但是所谓的做哲学 它非常强调的是哲学就是一种活动 这个活动是一个给的生命的全身心投入的活动 因为哲学所关注的是生命的根本的底层的问题 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要向何处去 这就是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里面的那句真言所讲的 认识你自己 那认识你自己最好的方式 所谓的认识其实就是行动 我们在活动当中认识 而这样的活动 毫无疑问它是一种思维的活动 但这种思维活动 它并不是那些僵死的僵化的固定的现成的知识 它是一种活的知识 它是我们为了应对解决我们的一些最根本的困惑 给予我们的各种探索方式和给出的各种试探性的答案 所以这是一个做哲学这个活动的展开 是吧 那么一说到这个这是一本哲学的导论式的著作呢 那我在这里还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附带的推荐几本书 刚才有人也问我推荐过哪些哲学书 那我在此呢 我想给大家就是重点推荐这几本吧 也是我在知无知几本都讲过的一些著作 第一本呢 就是我推荐的是哲学的历程 我觉得这本书呢 我推荐这几本书 大家都最好是中英文对照者去读 都有英文版 大家要找 如果你有心 你都是能够找到的 这是叫做哲学的历程 这本著作 这是我要推荐的一本书 另外一本书呢 就是叫做哲学导论 这本哲学导论呢 是另外一个作者叫做所罗门 他所写的叫哲学导论 这本书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说哲学的历程 它可能也是一个哲学史的著作 结果它是按照历史的脉络 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哲学 各个哲学流派 分门别类 这样介绍的 以历史 时间的发展为线索 而且呢 哲学的导论这本书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非常的清晰 思路特别的清晰 就是哲学的历程这本书 是吧 而哲学导论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大家看它的副标题叫做综合原点的教程 就在这本书里面 它针对每一个哲学的问题 然后呢 它都配合了这些哲学家援助的一些相关的原始文献的一些片段 一些摘要 所以你读这本书了 其实你就把各个哲学家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文献也都读了 那就比通常我们的教科书式的这些哲学的教程 我觉得是很好的 所以我隆重的推出哲学的历程 哲学导论这两本书 当然更隆重的推出的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本 做哲学 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是英文版 是英文版这本书叫做哲学 那么做哲学这本书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为什么选这本书 在这之前我曾经在知无知开讲过一个系列课程 差不多有40讲以上 叫做思想实验 那么我在讲思想实验的时候 里面大量的这些基本的思想实验的素材 是来自这本书的 但是呢 我对于很多的思想实验 我又加了很多 然后呢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一些原创式的解读吧 那么我讲思想实验已经过了三四年的时间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把哲学历程和哲学导论这两本书 也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了 那回过头来 我又发现做哲学这本书还是非常的重要 值得我们去一读再读的 所以呢 我这次就决定重新开启做哲学的这个讲座 而且是网上的公开的讲座 如果大家能够连续追剧 就是一级不辣的跟着我 把这个课给他读完 那我觉得要恭喜你 也要恭喜我是吧 那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系统的提升 但是呢 如果你是随时进来又随时退出的 我觉得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的每一讲呢 都是独立的单元 都能够启发我们去思考 去拖沾 拖宽我们自己的眼界 这是我要讲的这几本书 是吧 好 我先把这几本书就给大家去掉了 然后到现在我们继续来回到这个文本 回到文本 OK 我们继续回到文本 OK 好 刚才 等一下啊 画面圆 行啊 好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文本 我现在都会操作了 开始操作了一点麻烦 看来我也不是一个电脑王啊 OK 行 现在大家看着就好看多了 现在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这本书的 这个 嗯 序言的问题 啊 刚才有个道法若鱼 说这么说来 陈宁老师喜欢哲学导论 而不是大问题 是的 哲学导论和大问题 这两本书都是所罗门 所写的著作 但是他大问题了 可以说是一个通俗版 是一个通俗版本 而哲学导论里面呢 他我刚才说的 他有很多的原始的文献 我觉得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话 直接去读原始文献啊 向跟着哲学家一道去思考 可能会更好 是吧 当然你要读 呃大问题 作为一个入门 进阶 也不错 也没问题 是吧 这是我要给大家声明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这个续言 续言的部分 我们就开始解读了 那么这个续言的部分呢 他当然就是交代了 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了 在第一段当中 他就说 对于一个教授哲学导论课程的 哲学老师来说 他面临的这个最大的困难 呃 或者最困难的任务 呃 就是如何让学生入门 呃 因为呢 我们知道在中学阶段 呃 大部分的学生呢 他是呃 没有 开设过 没有学过哲学课程的 呃 在中学阶段 然后呢 在进入大学阶段以后呢 这些学生呢 基本上是不知道 哲学到底是什么 以及他们凭什么啊 他们为什么要 呃 研究哲学 所以他说了 为了帮助啊 这些呃 学生理解 这个哲学探究的 这个目的和本性 目的和本性 那这本书呢 就呃 给学生解释 哲学问题如何产生 我们为什么要 呃 探索这些哲学问题的答案 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点啊 他当他说到这些学生 不知道哲学是干什么的时候 就是我学哲学 这个哲学到底 与我自己有没有关系 那是因为学生已经留下了 一个刻板印象 那就是他们认为了 这些所谓的哲学呢 仅仅是专业的哲学家 所从事的工作 啊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哲学活动呢 在很大程度 已经成为了一个 呃 专业的学院派 所垄断的一个领域了 啊 尤其是自从近代的哲学以来 比如说我们的康德哲学 呃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读康德哲学之前 啊 就说也就是在康德之前的哲学家 好像基本都是业余的 是吧 你只要喜欢哲学 你都可以写 就是他不是以哲学作为自己的 挣钱养家糊口的职业 不是他终生的职业 是吧 但是康德以后呢 好像哲学家就成为一个学院派的东西了 我们知道康德之前像斯宾洛莎 像迪卡尔是吧 迪卡尔斯宾洛莎 他们都不是学院派的专业的哲学家 斯宾洛莎我们知道他是个磨镜片的 是吧 他磨镜片为生后面还都成肺病死了 所以他的专业是什么 一个磨镜片的手工艺人 他业余才是搞哲学的 这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职业派的哲学家不一样 所以这也会导致学生们就认为 哲学本身好像与我的生命 与我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本书呢 就是要提出这样的刻板印象 提出这样的偏见 去带着大家去解释 哲学的本性和目的 解释哲学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为什么要探讨这些答案 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 我们是要解决生命当中的那些最重要 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大问题 这是第一个自然弹 他要介绍的 我们可以从这也学到 他们英国人写作这些标准的 论文的这些规范的方式 然后第二段他就要讲 那为什么要以做哲学这样的方式去编这本教材 因为刚才也讲到了 对于初学者来说 就是进入哲学这个大门的人来说 如果我们学会去阅读这些一手的文献 当然是非常的必要的 可是这里面马上就面临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要阅读一手文献 它是有难度系数的 你不是就哲学它是有很高的门槛的 不是说你拿着一本书 你不老老实实的去读完 你掌握了一些所谓的名言警句 一些概念 是吧 一些名词 你好像觉得你就可以去蒙人了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如果要读一手文献的话 那就必须 哲学道师 这些哲学老师 就有一个重要的重大的任务 就是他们要对这些文献 进行解释 说明 并且呢 要提供相关的背景的材料 否则呢 这些学生是读不懂的 对吧 那么这个任务显然是非常繁重的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大部分的这些哲学著作 的确就是写给这些专业的 职业的哲学家看的 包括我刚才所介绍的哲学导论这本书 哲学导论这本书 如果按照国内的这种哲学院的 培养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觉得是适合给研究生看的 尽管哲学导论这本书 我也曾经给一些高中生 中学生讲过 而且讲的效果还不错 也就是说这些学生 也都能够进入 我们也知道像法国 它是有深厚的哲学的氛围和土壤的 那法国的这种教育 可能他从小学 中学开始就已经习惯于 让学生去读这些一手的材料和原著了 可是呢 刚才所强调的 这是需要 好的老师 去进行引导的 如果你老师自己可能都没看懂 你就想以气昏昏 使人糟糟 糊润吞噪 那学生可能最后呢 这些原始的文献 他们看到 也是白看的 而且呢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这个引导的话 学生仅仅去读这些文章 因为他作为一个各个学说 各个流派 都混杂在一起的 这些文献的这些阅读材料 那么学生读了以后呢 就会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 就说认为了 这仅仅是各种充满矛盾的 各部相关的这些主题的一个大杂会的汇编 就表面看到各个主题方面都有这些内容 而且这些内容之间呢 这些哲学家之间好像是互相掐架的 那我怎么去获得我所需要的 掌握的这些知识呢 最后学生就认为 好我去读这些材料 最后只是为了获得学分 是吧 然后呢 他们只会记住 我跟哪些就是哪些哲学家 说过哪些话 是吧 然后呢 他们却没办法通过阅读这些原始的材料 去培养他们的批判性的思维的能力 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呢 被认为是什么 哲学的训练 所要培养的最大的能力 对于哲学学习来说 是最值得传播的能力 是吧 但是呢 今天我们的这种哲学的学习 如果来就是 阅读材料 学生望而生畏 然后呢 仅仅为了获得学分 然后呢 就去掌握一些知识点 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去掌握这些哲学观念 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 并且呢 没办法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提供一个合理的评价的框架 那么很显然就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这样的哲学著作 就是什么 自助参事的一种大杂会 他所提供的知识呢 他说的是一种碎片化的知识 我们这本做哲学这本书呢 就是要避免给大家提供这种碎片化的 这种自助参事的大杂会的知识 同时又避免那种教条化的 是吧 就是已经被消化了好几遍的 仅仅是一些现成的结论的东西 这是这本哲学书他要克服的 因此他说 一个人可能会对哲学家说过哪些话 有了解 我都知道理采说过什么话 康德说过什么话 是吧 但是他仍然不知道哲学到底是什么 因为关键点来了 哲学不仅仅是一种什么 知识的一个合集 而且知识 哲学就是一个活动本身 那么哲学作为一种这个活动 那么对于我们学哲学的人来说 我们知道哲学家如何去得出他们的结论 和知道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本身 是同样的重要的 我们不仅要了解哲学家的这些结论 是吧 我们还要知道这些结论 到底是如何得出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 是吧 比如说帕斯卡 他说过一句话叫 我思雇我在 这是帕斯卡的最重要的名言 也是他的哲学的最重要的结论 可是你把我思雇我在 被都滚光烂熟 就像很多人被孔子的这个论语 从头到尾都能够倒背如流 但能够证明你懂帕斯卡 能够证明你懂孔子吗 你仍然不懂 我先问你 我思雇我在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那你要知道我思雇我在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得知道帕斯卡 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是吧 那么帕斯卡得出这个结论 是由于他运用了他的特色的 怀疑方法 帕斯卡为了得出这个结论 也创造了很多的思想实验 比如他其中有一个思想实验 就说我假定我正在梦中 我在梦中我梦见我正在火炉旁边 我正在看着报纸吃着面包 然后呢正在烤火 结果突然我从梦中惊醒 我才发现我在梦中 所以为无比真实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虚假的 因此帕斯卡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感官所给予我们的东西 都是值得怀疑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要找有哪个东西是不可怀疑的 最后找去找来 发现 那迪卡尔我讲过 这都错了 这个早期找来就发现 只有一个东西是不可怀疑的 那就是我思 对吧 这就是迪卡尔的这个我思 故我在 这个第一次直播有点紧张 竟然把迪卡尔说成帕斯卡 这是迪卡尔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这个思想实验 因此呢 他如何去得出这个结论 比他的结论本身 恐怕是更加重要的 因此呢 这个教材 他就是要引领这个学生呢 去了解哲学家 他们在哲学探究过程当中 他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 以及他在探究过程当中 得到的这些成果 到底是什么 而要得到这些成果和过程呢 我们就必须聚焦于 是吧 最广泛使用的哲学的记忆 这边就说到了 他要讲的是一个什么 哲学的记忆 这个哲学的记忆是什么 就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 就是思想实验的方法 或者局反例法 OK 这里面又值得说一说一说了 思想实验的方法和局反例法 并不仅仅是文学的手法 不是举例子 我们经常今天一说到哲学论证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说我们要举例子 比如说我已经有了一个结论 然后我围绕这个结论 我举出了一二三个例子 这个东西不叫论证 举例子和举反例 它不是一回事 是吧 那么举反例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认为你这个结论 它是合理的 然后呢 我马上就举出一个反例 你说天下的乌鸦 都是黑的 我马上就举出一个白乌鸦 或者我马上就说 你对乌鸦的定义本身 就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一种举反例的一种说法 而思想实验了 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反例 比如说你说 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杀人 那么我马上举一个例子 是吧 当人快饿得要死的时候 在极端的处境之下 他可不可以杀人 甚至 引不允许婴儿堕胎 是吧 堕胎是不是杀人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举反例 但是当我说堕胎 是不是杀人的时候 他仅仅是一个例子 显然不紧 他本身就是一种什么 哲学的辩论的方式 就是要使你的 这个哲学的这个逻辑 变得周圆 所以就使你知道 你既熟悉我们哲学探究的过程 也熟悉哲学探究的结果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哲学的普遍的结论 是吧 和哲学的一种情境化的思考 它是结合起来的 就是一方面 我们承认哲学的结论 它是普遍的 但是它这些普遍的结论 恰好是要通过不同的可能的情境当中 它都能够得到检验 都能够得到验证 来证明它的真实性的 这是哲学 要说的一个核心的方法 而这种方法 其实就是思想实验的方法 思想实验的方法 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所以他说了一些 结论式的意见 他说思想实验 可以使冲向的 问东西变得具体 并且要通过一种什么 别的一些尝试活动 都无法做到的方式 使我们要探究的那些 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凸显出来 这就值得我们去回味了 什么意思 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什么 思想实验 使抽象变得具体 但是我希望对这句话 大家不要误解 什么叫使抽象变得具体 是不是就说 这些的结论就是抽象的 理论是灰色的 然后生命之术长青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 形象化的思维 是吧 要用比喻的方式 能够让这些抽象的结论 可触摸 其实不仅仅如此 是吧 所谓的使抽象的东西 变得具体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能够在各种极端的 甚至相反的 处境化的条件下 都能够证明 这个命题本身的合理性 这是使抽象变得具体的意思 而第二点是什么 思想实验可以使那些注解 或者注视无法完成的任务 得以完成 就是说它能够凸显 哪些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 这就说到一个关键词 叫做注视或者注解 是什么意思 其实比如说在中国 我们知道 中国的很多的这种 经学的研究活动 我们叫做注经运动 而就是比如说有四书五经 是吧 那么有四书以后 一代游移一代的这些知识分子 儒家知识分子 他们就好守穷青 他们就根据前人 对这些经典的注视 一代一代的人 继续增加新的注视 就形成了一个 注书的解释学的传统 而这样的解释学传统 在我们看来 可能主要是一种 知识的传承 它当然也有对话 也有思辨 没问题 但是站在思想实验的 这个角度 它是不够的 因为它忽视了 这种情境化的东西 你比如说像波拉图 他为了证明 正义到底是什么 他就有很多的思想实验 什么叫做正义 正义好不好 正义是不是强者的利益 就是说我只要是个强者 我说了算 真的是如此吗 可能也不见得 是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那么思想实验 给我们给出了 很多的极端的处境 这些著名的哲学家 其实都会创造 他们特色的思想实验 都挺会讲故事的 是吧 所以在通过这种 思想实验的方式 它就鼓励学生 亲自参与其中 是吧 就是亲自去评价 并且去实施思想实验 就是说你学生 你要自己会创造你的思想实验 你要会讲故事 对吧 然后通过讲故事的方法 才培养你的这种积极学习的能力 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 这一段我们就给大家聊完了 OK 现在我不是专门讲课 我还是给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我回应一下 没啥问题 他说我是个高龄哲学爱好者 和陈鸿国同龄 可一直认为 陈鸿国真的是 真的真的热爱哲学 所以我的经历告诉我 我本身也不是学哲学专业的 对吧 我的经历恰好是告诉我 哲学它是开放的 哲学并不是被专家 学研派的哲学家所垄断的 但是要进入哲学 它是需要一些规范性的训练的 否则你就会成为中华田圆的哲学家 有人叫我陈鸿国老师 举一个思想实验的例子 很简单 思想实验例子 我们通过这本书的学习 我们会有上百个的思想实验的例子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是吧 比如说罗尔斯 他举了一个例子 怎么分蛋糕才是公平的 然后他说那就是切蛋糕的人 最后分蛋糕 这就是一个思想实验 再比如说我刚才举到的 那个波拉图的例子 他在理想国当中 他不是说吗 正义 是不是恒定不变的 是不是一个人掌握了权力 就会变成坏人 于是他就举了一个思想实验 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叫做 魔戒这个思想实验 那么什么叫做魔戒这个思想实验 就是如果你有一枚戒指 对吧 你能够隐身 戴上这个戒指 你就能够隐身 意思是说 你戴上这枚戒指 你就能够什么 无所不能 我们这后面要讲这个思想实验的 那么一个坏人戴上这枚戒指 他肯定会干尽坏事 但如果一个好人戴上这枚戒指 请问他会不会变成坏人 这就是一个思想实验 是吧 那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去好到去思考了 就思想实验 他也没有固定的答案 好吧 好我们现在就继续的去围绕文本图 他说好的一个批判性的思考者 思想家 他很善于通过提出一个问题 叫做如果怎样 会怎样 其实思想实验的方式都是 如果你在那样的情境之下 你会怎样 然后呢 去追溯 合理的答案 或者合乎逻辑的答案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纳粹 时期有很多的战犯 他们杀死了很多的犹太人 结果到二战以后 这些战犯受到了审判 于是呢 其中一个战犯在法庭上 他就告诉这些法官 他说我在纳粹统治时期 我本来也和你们一样 我是希特勒手下的一名法官 那么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也在纳粹时期 当一个法官 希特勒或者上级命令里 要颁布 猝死犹太人的这些裁决 你会怎么办 而且倒是根据第三帝国的法律 你能做得比我更好吗 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典型的 思想实验室的问题 如果怎样 会怎样 你能不能比我做得更好 因此呢 思想实验 他对于检验 这些哲学的主张 哲学的理论 是特别有用的 他能够揭示出 我们的回答背后的 一些隐含的预设 和未曾预期的 这些概念上的这些麻烦 就是我们经常会有 各种各样的这种 概念上的这些混乱 就是隐含的预设 概念上的混乱 而思想实验呢 通过这种不断的去追问你的答案 然后呢 逼迫你去得出 他的逻辑上的 这种合理的结论 是吧 这是我们要说的 这个思想实验 在哲学探究当中 他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因此他说 思想实验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就真的是类似于什么 物理实验 就是经典的这些物理实验 在这个科学研究当中 所扮演的核心设位 就他这里说到了 这个经典的物理实验 在理解一门科学的时候 所扮演的地位 说实话 思想实验这门学科 既古老又前沿 非常的新 和科学一样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 这种实验方法的兴起 它并不是很早就有的 它也是到近代以来 比如说从培根 康德以后 他们才在理论上 对于实验的方法 做了充分的论证 传统上的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是一种博物学 意义上的研究 是一种观察 去收集各种材料 所以说 他所收集的这些材料 就碰见什么 我就研究什么 它是偶然的 它会受到各种 自然的环境的影响 因此 他所得出来的结论 很多时候是不可靠的 而且他人在自然面前 其实是处在一个什么 被动的地位 自然给我提供什么 我是被动的进行观察 这是传统的科学方法 就是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 而近代以来 培根 康德等等论证的这种实验方法 并为大量的科学家 包括刘顿这样的科学家 所真正的实施的方法 就是实验方法 而所谓的实验方法就是 人为的创造一个 以自然的状态 不一样的更纯粹的环境 在这种纯粹环境之下 各种数据各种标准 都是可以为人类所支配的 然后我们就通过 人工设置各种各样的条件 用一种形象的说法 就是像康德培根都说过的 就是像我们拿着鞭子 去抽打自然 是逼迫自然回答 我们要他回答的问题 是吧 加一些化学的试剂 加一些浓度 制造一个真空的条件 是吧 然后我们就能真正的去实验 而且是重复的 可测的 可数字化的一种方式 这是真正的实验方法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近代的这种 科学实验的方法 对于近代科学 研究的推动作用 是根本性的 还有传统的方法 完全不一样 那思想实验也是一样的 我们后面专门会介绍 什么是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也是 通过一种纯粹的方式 而且思想实验 之所以不同于科学实验 是因为它甚至科学实验 达不到这样的纯粹环境 它是个极丹的头脑当中的 一种实验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思想实验 它要干 甚至很多的科学家 也会搞思想实验 比如像爱因斯坦 是吧 他研究这种理论物理学 研究什么是光速 那人是不可能超过光速的 那么他关于光速啊 狭义相对论的 很多的一些研究 都是通过他头脑里面的思想实验 所来完成的 所以思想实验 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这个原因 是吧 就他能够创造一个极端的 这个处境 是吧 然后呢 去追溯 这种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 就是思维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 从而呢 为我们的这种哲学学习 打下坚实的基础 并且为更高层次的这个研究 做出一个准备 是吧 那这里面又说到一个关键词 就是为什么思想 通过思想实验 它又可以更好地去追溯 这些思想本身的 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 注意哈 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 它其实是两回事 我们传统的哲学是教科术 就是注重的历史发展 就是轴切史 是吧 就是分明别类 划分不同的思想流派 然后这些思想流派是什么观点 然后呢 一二三总结的清晰得很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 思想史 它是纯粹的一套知识的集合 而逻辑是什么 这些思想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关联 为什么从这种思想 就一定会发展出不同的思想 他们内在的一个逻辑脉络是什么 因此呢 黑格尔就传门提出一个命题 叫做哲学要实现的是什么 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 或者叫做历史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的高度的统一 所以在黑格尔那里不存在所谓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分类 一切现象都只有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世界是一个大权 世界是一个整体 世界就是一个普遍精神的一个展开的过程 所以说世界的历史发展和世界本身的精神的逻辑的展开的思路 是一致的 这个思想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思想 当然这种思想也遭遇到了非常多的批判 对吧 这就是我们干哲学的问题 就是搞哲学 他绝对不会给你提供所谓的固定的答案 因此他说学生 今天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现实时代的环境下 很多人就认为了 既然有人还在做哲学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种视频号这样的平台 我们既然还在讲这样的哲学 可能很多人会感受到特别的惊讶 很吃惊说你是老古董吧 你是从什么时代蹦过来的 是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 哲学的确就是要让你感到吃惊 但这种吃惊我们待会要解释 什么叫做 为什么哲学使人惊奇 是吧 但学生感到惊讶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像觉得哲学没用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不需要哲学了 但是这只是一个现象之一 只是表面现象 我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 随着互联网的这样的兴盛 和不断的升级换代 从最早的这个论坛时代 是吧 到微博时代 再到我们所谓的这个抖音 这种朋友圈 是吧 博客 然后再到今天的所谓的这个视频号 等等 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发展 那有很多的 就是有很多的吃播 吃喝玩乐的 这样的播客 这样的这些平台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 这些知识提供的 这样的课程 而且这样的一些知识的课程 付费知识课程 或者免费知识课程 也都在不断的升级换代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 都已经不满足于那种 简单的观念普及 简单的知识点 介绍的这样的著作 很多人还是对于知识本身 有一种潜在的渴望的 这种渴望是一种 对自己存在本身的关注 所以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 我不仅觉得 不仅是要有人做哲学 而且我觉得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 要关心哲学 因为哲学不仅是满足了 我们的历史的好奇性 哲学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 是密切相关的 哲学就是当下生活的展开 哲学永远在当下 是吧 哲学不是过时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研究 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所具有的科学的素养 那今天他连一个小学生都赶不上 可是亚里斯多德 他具有的那种哲学思辨的能力 他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的关注 和提供的一种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 是我们今天仍然不具备的 所以甚至有很多好顾薄金的人认为 那是一个伟大的巨人的时代 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渺小的时代 我当然不会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并不认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是渺小时代 我也不认为大时代小时代的划分 一手时间二手时间 很多人说今天是活在垃圾时间 我对这样的观点 其实老实说我是不赞同的 任何时代都有垃圾 任何时代都可以追求你自己的垃圾 都可以实现你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英雄或者垃圾的梦想 所以哲学并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 今天要满足好奇心 不需要哲学 各种深受缺码的东西 你整天刷抖音 刷视频号 你能满足你的好奇心 可是你越满足越不满足 你的满足就是不满足 是吧 为什么你满足完以后你觉得特别的空隙 是吧 你一刷一两个小时 实际的刷刷刷 刷去刷就发现你在哪里 你不在了 是吧 而且今天的纯粹的哲学史研究性质的这些课程 也往往固化了这样的观念 就觉得哲学无用 我觉得哲学无用就是哲学家本身的责任 并不是哲学的责任 哲学永远是有用的 待会儿马上要论证 任何人都会受到自己的哲学观念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读做哲学这本书 就是要恢复哲学本身的活力 是吧 让哲学仍然是一个活跃的蓬勃发展的学科 而且那哲学一定能够引领那些最重要的 就今天那些最重要的知识活动 今天我们的最前沿的知识活动 仍然需要哲学引导 科技文明发展到今天 背后是有很深的哲学基础的 举一个例子 马斯克 对吧 我们知道马斯克是引领今天这个时代的 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创新的潮流 但是马斯克在不止一个访谈当中 不断的强调第一原理 什么叫做第一原理 第一原理就是什么 是吧 就是哲学 马斯克说我就是我根据我的第一原理 然后呢 创造出我的各种企业创新精神的 是吧 这是马斯克所说的第一原理 而第一原理这种说法 其实最早谁说出来的 就是亚里斯多德说出来的 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 其实在亚里斯多德本人看来 就是第一哲学 是吧 就是哲学指 他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 有了第一原理 别的东西都很好 很好干 所以马斯克说 我们要极简主义 是吧 而且马斯克他也提出很多思想实验的东西 比如说马斯克 他最近在探索什么人机接口 等等也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反响和讨论 其实马斯克提出的人机结口 如果你了解思想实验 根本就不新鲜 是吧 在我们的讲思想实验课的时候 会专门要讲 这个是吧 人格同一性的问题 就是假如我们的这些记忆 我们的思维是可以下载的 可以向不同的人提供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保持我们的人格同一性 对吧 这是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 因此呢 哲学 它是与当下时代的生活 是密切相关的 好 那么下一个自然蛋呢 它主要是介绍了 介绍了这本课程 它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特色 那么这些 这一段呢 我就不准备给大家展开了 它主要是介绍了 这本教材 它的一些安排 就是每一章 它会有一些关键概念 然后呢 有一些目标 然后中间呢 会插入很多的这些 经典论证和思想实验 还会附带很多的这些小贴片 还有一些引导性的问题 等等等等 是吧 然后呢 最后呢 也附带一些 比如说它最后说 在每一章的背后 也会附带一些稀构的作品 其实这种稀构的作品 在我看来 也是一种拓展式的思想实验 对吧 因为思想实验很多也是从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会读很多的什么科幻小说 对吧 那么科幻小说 很多就是最优秀的思想实验 对吧 我们后面讲思想实验 很多思想实验也会从科幻小说 领面来的 它被称为是扩展的 这个思想实验 对吧 这是他要介绍的 这本书的这个每一章节的 这个篇章的架构 它是怎么安排的 然后呢 在续言的最后一个自然代 他说的这一本是 这本书是 我们读的这本书是第七版 第七版 那么这个第七版呢 他说针对以前的版本 我做了哪些的修改 其中呢 他提到了非常多的这些问题 就是这本书要讲的这些问题吧 你比如说 他引进了很多的这些新的材料 新的阅读材料 就有关阴谋论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是吧 然后呢 关于什么是唯我论 关于意识的问题 关于这个凸现论 或者涌现论 什么叫凸现论呢 就觉得神经元系统一搭配 然后人就能够产生爱恨情仇了 真的是如此 是吧 还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 泛心论或者泛神论 还有相容论 就是讲道德问题的 还有自由至上主义 这是政治哲学讨论的 还有偏好的 公立主义 还有第一因和泛神论 泛神论这是斯宾落沙的 注意哈 这里面的泛神论和泛灵论 不是一回事 是吧 泛灵论呢 就是万物有灵 石头背后有石头的 土地有土地神 是吧 财有财神 太阳有太阳神 这叫泛灵论 万事万物背后都有灵 而泛神论不是这样的 泛神论主要是指斯宾落沙 他就认为世界宇宙本身就是上帝 上帝即自然 是吧 就是世界本身就是个神 就是个自然 这是泛神论跟泛灵论的差别 我们后面都会展开 这是我们今天 在这个小板块 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序言的问题 后面的致谢等等 我们就不用讲了 OK 我现在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回应一下问题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 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一章的课程 然后呢 我再声明一下 我都讲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讲到哪算的 每一次呢 我们就根据 今天是第一次直播 兄弟我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紧张 但是我相信慢慢就会理顺了 今天是个导论式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 我们不一定说固定的 每一章一定要讲到哪一个部分 就看我们大家的聊天 和回应的情况 是吧 讲到哪算的 然后但是我们接着的讲下去 是吧 具体的时间呢 我们基本都会提前通知的 OK 现在呢 我进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回应 是吧 好 有些人在调侃我是吗 挺好的 等一下 我怎么把我的 对 给大家看我突然 我们的购物车里面 我突然加了一本书 叫做维透根斯坦传 天才之为责任 我会不定期的讲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也会推荐一下 一些好的一些书 一些商品 不叫带货 但是我觉得我给大家推荐出 大家可以买一买 是吧 好 现在我就 根据你们的这些回应 我还是要回应一下 看大家有什么样的 好的 有气的问题吧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各种刁钻的问题 也可以批判我 是吧 要批判我 使劲批判 批臭批倒 是吧 我思过我在就是迪卡尔说的 刚才是口误 口误口误 因为帕斯卡和迪卡尔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两位著名的 帕斯卡主要是偏重于神学家 迪卡尔是哲学家 他们都是引领了神学和哲学的一个 里程碑式的人物吧 几个思想实验地址我已经挤过了 是吧 英文电子版可以分享吗 这个不忙分享 你们就看我的视频就行了 好吧 这因为涉及到一些板权问题什么的 中年人还能学哲学吗 学哲学什么时候都不早 学哲学什么时候都不晚 任何时候都可以学哲学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 学哲学 所以中年人有了人生的经历 极淀 有了真正的内在的渴望 不满足于当下的生活 我觉得你对哲学的领悟会更好 我真正的全方位的进入哲学 可能也就是最近我创办支部制以后 可能有七八年的时间 这七八年我当然了我们阅读 哲学的方式大家了解在知不知 我们是从先读波拉图的对话 读了理想过 还有读了他的一二十篇的对话都读过 然后又读亚里士多德的行而上学 能力学政治学 然后后来康德的三大批判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理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我们基本上读每一个哲学家的著作 比如说读存在与时间 四十次以上 读康德的三大批判 也是四十次以上 现象学等等 我们都是这样的 挨着读的 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战役铺开的方式 但是又是文本弃读 我们读的时候基本上是逐字逐记的 包括最近也在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读到差不多有四十教 然后期待古老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会专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 但是讲到相关的哲学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涉及到 当然是回避不了的 这个英文版的书名和作者 我都介绍过了吧 我再把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人叫做小西奥多西克 和刘易斯沃文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第七版 注意哈 第七版只有一个人了 就是西奥多西克 我把它放大一点 就第七版的作者就是西奥多西克 把刘易斯沃文就没有了 刘易斯沃文相当于可能只是 在之前版本只是帮助他出版 这本作者主要是西奥多西克所写的 好 这是这本书 好吧 OK 然后我再来看问题 说古老师应该戴上戒指 你们的意思我知道 这个 这是给我挖个坑 挺邪恶的 好像 我戴上戒指 我就可以会变成一个大坏蛋 就变成坏人了 我以前经常面临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以前我标榜 我是个自由民主派 有人就反驳我 你成国 你成老师 你如果掌权了 你当官了 你更专制 更极权 我就说肯定 是吧 我如果戴上这枚戒指 我无所不能 然后权力不受到制约 我肯定会败坏 我肯定也会成为极权专制者 所以今天我的思想观念 发生了一些转变 我不相信那种口号的 口炮党的 口头的 所谓的自由主义 是吧 你所谓的自由主义 只不过你所经历的诱惑 没有那么大而已 真的诱惑到那么大 而且没有 没有这个监督的时候 没有风险的时候 你照样会干坏事 这是人性 人性的败坏 人性的极限 人性的软弱 是吧 做哲学 我们就是要用理性 之光去照耀 我们的人性 是吧 所以你说我戴上戒指 我会变坏变好 我不知道 也许我也会变好 因为 一旦我戴上戒指 我就发现 世俗的这一切 深受前马的东西 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那也许我会有 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在解读 波拉图的理想国 后面我们会解读的 就是一个人戴上戒指 到底可能会变得更坏 还是可能变得更好 其实我们不敢说 没有定论 就像哲学问题一样 没有固定的答案 是吧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这也是个极单处境 我们都可以问自己一生 假如我戴上这枚戒指 我会变成什么样的玩意儿 是吧 为什么要戴 这个人说的好 为什么要戴 那就是提前的议防机制 就是我所谓的宪法 就是我知道我会坏 所以干脆就让我不要经受试探 不要经受诱惑 不要考验人性 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也是可以的 是吧 好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和满朝损千寿意 无用之学演化 哎呀 精致利息主义 小人合而不同 是什么观点 哎呀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是吧 我觉得你是把什么实践的 知识论的 是吧 人生哲学的 各种实用主义的 和无用之学的 全部一锅粥 全部单上来 想送给我 是吧 我吃不下去了 我们掌握一个哲学命题 我正面还是给大家聊一聊吧 就是比如说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它是脑子 道德经当中的一个哲学命题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哲学命题 是吧 满朝损千寿意 又是一个哲学命题 精致的利己主义 又是一个哲学命题 我们比如讲那个 道德的利己主义的时候 可能就会讲这一点 是吧 小人同而不和 可能又是一个哲学命题 那这些哲学命题 都有它的思想语境的 你要理解这个哲学命题 你要放到它的语境当中 去理解 你不能给它割裂出来 这要养成这样的一个 哲学思维的一个好的习惯 是吧 不能光是拿着一些 名言谨句 然后就到处 甚至作为一个道德棒子 去开始去敲打别人 比如说 你程老师 你敢不敢戴这个戒指 是吧 我既敢又不敢 是吧 你真给我戴说不定 因为我也有好奇心 是吧 有时候好奇害死猫 可能也会 看到做哲学三个字 我想起华山说 杨明的知情合一 终结了中国哲学 华山是谁 我咋不认识了 是吧 不认识 不好意思 我从来不看当代人写的东西 但是说王阳明的知情合一 终结了中国哲学 我倒不赞同 没有谁敢说他终结了某个哲学 西方的哲学思想家特别好玩 是吧 每一个哲学家都认为 我终结了哲学 是吧 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就认为 我终结了波拉图的哲学 然后呢 狄卡尔就认为 他终结了之前的哲学 康德认为 我终结了之前的哲学 黑格尔说 我终结了之前的哲学 理采说 我终结了周期之前的行而上行 海德格尔也说 他终结了之前的哲学 就是说 都认为我的哲学是最好的哲学 这哲学家都很可爱的 但是其实啊 他们都开创了新的哲学 哲学就是毫无情愿的 去批判 去较真 是吧 就是去死磕 这没问题的 所以你说王阳明 终结了中国哲学 这个我倒是不赞同的 是吧 但是呢 王阳明是有他的遗憾的 是吧 就他的心学 最后呢 就是在理性层面 理性论证层面 是不足的 至少相对于 就宋明理学 尤其发展到高峰的朱熙 是吧 极大成者 那宋明理学 不管我们今天有多么 多的批判 但是 他的确是中国传统哲学的 理性的高峰 对吧 这是不可否认的 王阳明当然是揭续了这个传统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确实也是这个传统者相没落 就他把他把方向 你可以说是引偏了 引到另外一个维度了 这个维度不是说不好 引向心学 但什么是良知 是吧 心学本身也是需要论证的 只要你是哲学 除非你是禅宗 你如果说我王阳明讲的是禅宗 我不用论证 OK 那我们就不谈了 鸡通牙讲 我不跟你谈 是吧 你是禅宗吧 我是悟道吧 是吧 我去做 我去那个什么 念念瑜伽 我自己误了 我这神秘主义的东西 我们不讨论 是吧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一旦说你是哲学 那我就要看你论证到什么程度 是吧 你的这些命题 适不适合不同的主题 我们以后讲思想实验 可能也会涉及到 王阳明也有思想实验 比如说他讲的那个山中之花 就是思想实验 是吧 他是山中之花就是什么 他的弟子问他 是吧 你没看到这个花的时候 这个花在不在 是吧 那王阳明的回答很精彩 他说我没有看到花的时候 花跟我是同归于季的 同归于季末的季 这是很好的思想实验 不过当然这个思想实验 不是知识论 是吧 他跟那个西方的 像贝克莱等人的思想实验 不一样 贝克莱的思想实验 就是山中有一棵树 这个树 如果你说 呃 存在就是被感知 那么这棵树 在山里面突然倒塌了 我们能不能听到他的声音 这就是一个思想实验 是吧 那很显然这个思想实验 跟王阳明的思想实验 他们关注的哲学问题 是不一样的 王阳明关注的是一个 实践论的问题 儒家实践论的问题 是吧 存在论的问题 而这个 贝克莱等等的 这个思想实验 关注的是认识论的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这个乙境 很好玩 很有意思 是吧 OK 当下未过去 哲学不会 当下一直在重复 是 我们不能简单的重复 哲学一直是在重复 但是这个重述 重述不是重复 是吧 模仿不是照超 我们学习是需要模仿的 但模仿不是照超 哲学的学习是需要重述的 就比如说 我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我用我的话 重新表达 我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已经 带尽了我的想法 我的观点 我已经有我的原创性 和创造性 是吧 哲学是需要重述 但是不需要重复的 是吧 大多数只会简单化哲学 用传统思维解释一切 没办法转换思维方式 你这个论诞也是比较独蛋论的 是吧 但是呢 这恰好说明 我们大多数人 是以反哲学的方式 去进入哲学的 是吧 就是哲学问题 本来是要 使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 又使复杂的东西 变得简单的 是吧 但是呢 我们这样的哲学就是什么 我们没有进入哲学本身 我们就拿出了 我们的一正套哲学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一套哲学 是没有经过 我们的自我反思的 是吧 所以说这种思维方式 就没有长进了 老师怎么看待 哲学和佛学 都是些大问题 是吧 佛学也是一种哲学 这是很多人都认为的 认为佛学 主要是一种哲学 佛学不是信仰 我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 谁说佛学不是信仰 是吧 佛学当然是信仰 那么反过来说 谁说哲学 没有信念 哲学的背后是有信念的 是有价值观的 是吧 但是呢 信仰跟哲学的 一个重大的不同是什么 是吧 信仰是有一个 超越性的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体验性的东西 佛教里面非常强调各种体验 佛教不仅仅是论证 是吧 所以佛教里面 当然是包含一些很精彩的 哲学的 但是佛教里面的逻辑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逻辑 今天比如说学过到英美的 逻辑实证主义 经验哲学的人 就是逻辑实证 经验主义哲学的人 他们对于这个佛教的这些 这些哲学论证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对于论严经当中 关于知 有什么样的知识 什么样的知识 带来什么样的见识 都有很多的一些批判性的论证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是吧 好 有一个人说 陈老师讲话总是毫无内容 说得很好 是吧 但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内容 是吧 你说内容是什么 你得给我一个界定 如果你说我的内容是 我不会举例子讲故事 其实我今天已经讲了很多的例子了 当然也许我的措辞 口齿比较笨拙 没讲清楚 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但是如果你说 我们讲哲学 讲一种思辨的东西 你认为这叫没有内容 那我认为你是对内容 是有重大的误解的 是吧 可能你要的内容 只是感性的内容 感性的内容 可能表面是丰富的 但其实是苍白的 而所谓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 能够激发 刺激大家的思考 我从来不认为 是吧 我的这个思考是正确的 我有时候甚至可能也故意会提供一些极端的 错误的观点 但是能够刺激大家的思考 比如说 前阵 我不是在讲红楼梦里面的贾雨春 是吧 我必须 我对贾雨春矫枉过正 我说贾雨春就是王阳明 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批判 反驳 我觉得挺好 是吧 至少让大家突然激活了一下 红楼梦 觉得哎呀 红楼梦 原来也可以这样研究 红楼梦作为一个经典文本 它的解释是无穷无幸的 我们今后 就这些些可能在在隔一段时间 可能我也会在视频后也会网上也直播 红楼梦系列啊 我的红楼梦系列也会以哲学的方式 去切入去讲红楼梦的 是吧 这是什么书你们自己看吧 这个有些重复的问题 我就不说了啊 有人说这本书买了很久一直没读完 对 你如果买了中文版的 你就读是吧 但是呢 你愿意听我在这里讲英文版 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你们会发现 结合大家在这个公平上的各种问题 我会有很多的一些发挥吧 我觉得这些发挥这些思想的火花 可能对大家是有好处的 那么大概讲解多少了 如果按照今天这个讲法 一百讲收不住 是吧 如果我要加快进度 我一次就可以把这本书讲完 我要讲的慢 我两年我都讲不完 是吧 所以就看我的状态 看大家跟我的这种互动 是吧 我们就加油吧 但是我希望就是给大家提供干货 但是呢 也希望提供这种比较有趣一点的东西 激发大家的这个思考 是吧 好 有回放的啊 有回放 有回放 英文阅读有点困难 看中文 看中文是可以 我刚才说了 是吧 但是呢 这个英文阅读是什么 你们就 反正结合这个字幕嘛 你们就看一看 尤其我涉及到一些关键的词句 结合英文版的解读 英文版的解读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至于说没有一定阅读基础 跟不上陈老师 我这次已经讲的 至少今天讲的内容 我觉得已经够通俗了 是吧 就是我尽量的 但能力有限 我尽量会用比较通俗的方式 给大家传达这本书的精神 对吧 尤其到后面 如果结合到具体的思想实验的 个案的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带大家进入哲学的 我刚才说到哲学既有门槛又没有门槛 所谓的没有门槛是因为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关心自己的哲学 尤其大家既然已经来听这门课了 那一定是带着对哲学本身的兴趣 来进入这门课的 那说他有门槛了 的确尤其今天的哲学 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些积累的 有一些文献阅读的 那你们现在没有阅读不要紧 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吧 学周先任何时候都不早 任何时候都不外 是吧 所以没有一定阅读基础是可以的 有一个问题 现在陈老师你靠什么生活 我觉得你这句话应该问苏格拉底 是吧 你在广场上逮住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你整天舔着肚皮 在广场上见人就发问 你到底靠什么生活 你是不是无业留名 是吧 形式知识 我生活 我现在不是在给大家讲课吗 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们既然这会儿在讲 哲学课 讲思想实验 所以我就不关心 不关心我下一顿吃什么 管他了 是吧 到时候自然有吃的 先把课讲了再说 老师以后讲黑盖的绝对精神 涉及到相关章节我们都会讲的 是吧 哲学可以明白人的来龙气脉的疑问吗 什么叫做人的来龙气脉 如果你是科学之问 是吧 大老师如何思考的 那你学认知心理学 学神经 生物学等等 是吧 但是我相信 你把那些东西学透了 你拿到生物学博士 你对生命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仍然会有困惑 所以你说哲学能够明白人的来龙气脉吗 他不可能根本的终极上的解决这个问题 他永远是个神秘的问题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 学哲学是什么 该说的要说清楚 对于说不清楚的东西 我们要保持沉默 但是保持沉默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先要充分的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一些根本的问题想的更清楚 不是想的完全清楚 但是可以想的更清楚 而想的更清楚的过程 是让自己的生命 内在的变得更丰富的过程 是吧 实验就有可能失败 思想实验有失败吗 思想实验不存在失败 如果思想实验失败 就说明哲学家故事没讲好 是吧 他设计的思想实验有bug 但是思想实验本身的问题 不存在失败 就是这个极端处境之下 你如果有不同的选择 而这些不同的选择是 谁都不可能说服谁的 就指一个例子 洞穴其案的例子 是吧 三四个人在船上 结果他遭遇风暴 大船失事了 他们在船上漂流到一个月 没有吃的 他们应不应该投票表结 把其中最一个人杀死 吃掉 这个问题你说有固定答案吗 该不该吃 人们该不该吃同类 这就是一个思想实验 你说这个思想实验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我不知道 是吧 所以说思想实验本身 尤其关注一些根本问题 它不存在失败的问题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 它是有好有坏的 对于思想实验本身的设计 是吧 它有没有bug bug多余少 这也是 可以的 是吧 可以去斟酌 可以去改进的 比如说有一个思想实验 图宁测试 是吧 这个图宁测试当时就说 有没有人工智能 就计算机有没有意识 他说如果计算机跟人能够对话 人分不清跟我对话的 到底是不是计算机 那么图宁测试就成功了 通过图宁测试就说明 计算机也有意识 可是今天我们知道这种AI 是吧 叫做Chent GPT 那早就通过图宁测试了 但Chent GPT 有没有意识呢 还不知道 那就说明图宁测试这个思想实验 毕竟它还是 不成熟的 但它的这个原理本身 是重要的 对吧 这是我觉得是要讲的 会讲福科跟德里达 当然会讲 就比如说 福科是我专门研究过的 我们讲政治哲学的时候 讲什么是权力 就power 什么是自由的时候 会涉及到福科 德里达 比如说我们涉及到 是吧 讲斯宾洛沙等等的时候 讲后现代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德里达 所以我不会说专门讲 比如说今后不知道了 讲完这本课以后 说不定今后 我有感兴趣的 很随行 我现在不敢决定 也有可能会讲 是吧 但是就这本思想实验 或者就这本做哲学 这本书而已 涉及到相关问题 我们会讲 好 下一个问题说 四大圣州说 孔子是大哲学家 老师能说说 孔子是哲学家吗 孔子为什么可能在 联邦最高法院的门娘上 是吧 孔子当然 我认为是哲学家 这一点我是不赞同黑格尔的 是吧 黑格尔说 孔子的这个 论语这本书最好被翻译过去 一翻译让我们觉得原来孔子 那么肤浅 是吧 他也是说 孔子能义里面讲的 这些道德的这些教训 西方人也有 是吧 当然从表面的 道德训诫的层面 什么三人心必有我师 那你说三人心必有我师 当然西方人有 那个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说过 五爱五师 五更爱真理 这不就是三人心必有我师 而且比三人心必有我师 听起来好像更深刻吗 但是孔子 是不是思想家 我觉得毫无疑问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 非常伟大的思想家 是吧 上一次还有人质疑我 说程老师 你非要说 必须读经典 读过经典和没有读过经典的人 就是不一样 是吧 很多人说 程老师你读过轮椅吗 你讲过轮椅吗 我当然读过轮椅 我当然想讲轮椅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时间 甚至还不敢讲 是吧 因为讲轮椅的人太多了 但是我已经讲过宋明理学了 对吧 宋明理学里面涉及到这些 是吧 周登宇 张仔 陈浩 陈一 朱熹 王阳明 基本上我都讲过 那这些都是离不开孔子的 是吧 那都是讲这个儒家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哲学思想的 是吧 所以今后当然会讲 我对孔子是 非常的敬佩的 好 那么这些说 孔子为什么在美国联邦法院的门口 当然了 那在美国联邦法院门口 他有他的考虑 这些考虑我不知道了 这要看文献 但是呢 有一个考虑是什么 他至少 是吧 孔子是圣人 孔子也带不了一种 不同的一种司法类型 是吧 是一种司法理想主义的标志 是吧 尽管好像听起来 孔子说过 毕业无诵乎 就无诵 是诉讼的最高境界 是吧 但是呢 也许这话 被很多有法治意识的人 会加以反驳 但是孔子也代表了一种 司法的理想形态 是吧 这个是不用说的 老师你是唯物还是唯心主义 你看唯物跟唯心这样的区分 就是有问题的 我们马上就会讲到 是吧 在西方哲学史上 这就是关于心灵 和身体的关系的问题 是吧 那我自己呢 我不用这样的范畴 我觉得这个范畴 本身是无效的 无意义的 是吧 好 有推荐现代哲学家吗 可以从现代哲学家 思想开始学习吗 我现在就推荐 做哲学这本书 就是我推荐的 现代哲学家写的书 就从这本书开始吧 就从这里往下跳吧 都希望你们跳到这个坑里面 是吧 我觉得要推荐现代哲学 思想家 哲学著作 就这本书挺好的 这本书是典型的体现了 英美的分析 语言分析 哲学思维 去分析哲学问题的 一个最 最高度的一个 接近的产物 这本书在这方面 是体现的特别的典型 特别的全面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从这本书入手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门道 是吧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 我基本上是没有时间 看当代的这些著作的 我一般看到看一两百年以前的 哲学家写的东西 是吧 包括文学也是这样 哲学最大的作用是思维的乐器 当然是思维的乐器 当然也不仅如此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的 也不仅是如此 老师收着点啥意思 我没有说什么 没说近期吧 我看后面的问题 好多都涉及到的 就是我们后面的 思想实验要讲的问题 比如说个人意志 与宿命论是否矛盾 这就是自由意志 与决定论的关系 就是我们要讲的 作者学里面的 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章节 对吧 对啊 这个人说 西方哲学终结于维特根斯坦 中国哲学终结于王阳明 反正这个人我不认识 但是呢 说终结这个词 就这样的论断 我觉得要不要轻易下巴 不存在的 那说维特根斯坦终结语言哲学 那意思就是维特根斯坦 之后就没有语言哲学吗 不是的 比如说我们学的这本书 就是语言哲学 那以西方的整个语言哲学 我觉得是两大脉络 比如说大陆方面的语言哲学 不是说没有 海德格尔在存在于世间里面 也有大量的关于语言问题的一个追问 尤其到海德格尔的后期 是吧 他说语言是存在的加码 这是语言哲学 早期晚期都一直一以贯之的坚持的东西 只不过早期呢 他受到罗素等人的这个影响 是吧 他在逻辑哲学论里面 他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要进化语言 我们找一种纯粹的语言 最后其实是失败的 他自己都在逻辑哲学论里面 就留下了很多的口子 这是罗素所不能理解的 实际上他为宗教信仰伦理的层面 就语言通向这些层面 他是开了一个口子的 到了晚期 他就大行其道了 提出了语言游戏论 家族相似理论等等 但是你要说他终结语言哲学 不是的 他所有这些思考 其实都转化为 就包括后来的英国的语言哲学 包括像凯英这些人 我觉得那才是真的语言哲学 做出特别大贡献 他们的贡献甚至超过了维特根斯坦 就甚至也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 维特根斯坦对于西方哲学史的影响 是被高估了 维特根斯坦本人 他的哲学思想是具有相当的冲击力的 没问题 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在哲学史的层面 就他是不是真正的构建了一个 就是形成了一个哲学史的思潮 以及影响了后来的一个对话关系 这一点是被高估的 对吧 就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独特的哲学 就说他这个哲学 真的会形成一个 我们说哲学真正的影响是什么 你要形成一个思想的传承 思想影响 那这一点有研究 就包括那个刘金的那个通识读本 关于维特根斯坦这本书 他这个作者就其次鲜明主张 维特根斯坦就是被高估了 对吧 所以终结也是一种羞耻 这是没问题的 好多人问佛学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要懂佛学了 就先来 先有西方哲学的信念吧 再进入哲学和中国的哲学 佛学和中国哲学 红楼梦为啥不讲呢 红楼梦当然会讲 我刚才说过了 红楼梦还会讲的是吧 让我再酝酿一下 会把更精彩的东西献给大家 我本来说讲完这个贾雨生 本来是近期就要讲学宝材的 但是呢 由于与别的安排相冲突 所以就暂时先放一放 但是红楼梦肯定要讲 而且要大讲特讲 也敬请大家期待 肯定会越来越精彩 我讲邪宝材 最会讲到林黛玉 那当然要比贾雨生 讲的要精彩多了 是吧 你们到时候肯定 现在很多批判我的人 到时候又会高度的 会赞同我是吧 因为我是如此的爱林黛玉 对那个 OK好 老师的七色分号 这些就不说了 问题好多 太好了 这就是直播的价值 直播的价值 就是有那么多的问题 夸奖的问题 我都不说了 砸我的问题 我可以念念 夸我的问题 我就不念了 那他说 孔子的毕业无诵无忽 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不是司法的理想境界 不 也是司法的理想境界 是吧 好的司法就是无诵 是吧 法官介绍没事 这就是一个福祉 所以在这个 就是政治跟司法 是高度合一了 这是没问题的 是吧 OK好 这些问题 我就问完了 我的这个商品单 怎么又被人弄掉了 重新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美国秩序的根基 这是保守主义的重招 OK 现在是这 我们抓紧时间 给大家提供干货 是吧 我们抓紧时间 进入第一章 哲学的事业 我们能讲多少 再多次 我再讲过差不多 20分钟 是吧 然后再接合 再回应一些问题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章 叫做哲学的事业 大家看 标题就叫哲学的事业 这是值得可说的 这里面说到了事业 我们刚才说 续言的时候就提到了 现在的很多的学 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 为什么 对哲学会有未来情绪 就是因为哲学成为了一门职业 而不是一门事业 但是呢 哲学说到底 根本上 根子上 它是一个事业 这个事业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 它就是生命最根本的事情 是生命之事 无关人的身份 等级地位 贫穷还是富足 你是高贵的 还是低贱的 你是什么样的行业 在哲学面前 人人平等 只要你关心生命本身 这是第一个事业的说法 第二个事业是怎么 就是带有一点神学上的意味 在英文里面的单词叫Calling C-A-L-L-I-N-G 哲学是一种呼召 是一种神圣的使命 是吧 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 什么是哲学 哲学就是值得为之生 为之死 的事业 是吧 你敢不敢为了一个事情 既为他生 又为他死 它是你的全部的意义所在 这就给他拔得特别高了 是吧 但是我想关心过哲学的人 和没有关心过哲学的人 就是不一样 我又说我的纪事 红果纪事 是吧 怎么可能不一样 它一定是一样的 是吧 一定是不一样的 你喜欢哲学和不喜欢哲学的人 一个是活在本能的状态 一个是活在自由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第一段话 他就讲 柏拉图 告诉我们 哲学始源于 惊奇 这个wonder 惊奇 或者是惊诧 或者是吃惊 或者是好奇 其实哲学起源于惊奇 这个词 不仅是 柏拉图说过 他的学生 亚里士多德 在新儿上学 一开头 前两页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而且亚里士多德 对于哲学 为什么起源于惊奇 提供了更重要的理由 他认为 之所以哲学是始源于惊奇 是因为哲学是不为实用目的 和其他的利益 而纯粹的探求智慧本身 因此亚里士多德 在他的平儿上学说 哲学是 最自由的学术 就他没有任何不受到感性的 利益的 生存方面的一种考量 这是哲学 始源于 清晰 惊奇 但是我仍然想要 再加上一点 刚才有人也 在提问当中 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是不是对什么东西 都保持好奇 的确 人的这种好奇心 是非常可贵的 但是呢 这种好奇心 也是有危险的 是吧 有一句话叫 好奇害死猫 我有时候在知识方面 在思想层面 我也特别好奇 我在思想层面 我有时候也喜欢冒险 是吧 但是好奇害死猫 有时候人太好奇了 就有点麻烦 是吧 因此哲学是危险的 那好奇当然有 荡次的区别 刚才有人提到了 王阳明 我再补充一个 苏东坡 王阳明和苏东坡 也是充满好奇的人 是吧 苏东坡对于各种 感性的自然的 包括美食美酒 美礼等等 都充满好奇 是吧 可是苏东坡这个好奇 后来没有转化为 思想上的好奇 他后面走向了 禅宗 是吧 他最后在思想上 没有什么建树 所以他尽管是 中华第一文人 但是我认为 苏东坡是挺可惜的 就他的才华 有点浪费了 那王阳明 早期也特别好奇 三教九流 各行各业 没有他不好奇的东西 可是最后他修心了 他演变为 思想上的好奇 最后也是 开宗立派 成为了一代伟大的 哲学家 是吧 但是 这是哲学好奇的一点 是吧 就是这个好奇也不能太广泛 你比如说我自己学哲学的时候 我是读到什么哲学家 我就喜欢什么哲学家 是吧 我今天读到波拉图 我对波拉图就爱得不得了 我明天读到亚里士多德 我对亚里士多德又爱得不得了 是吧 我就是属于这种建议思迁 朝三暮四 这就是思想上的好奇 但是呢 其实学哲学到最终 你还是要扎根于某一个思想家 以他为你的这种根基 你的出发点 其实你以哪个思想家 作为你的根基和出发点 来表达 来观看 来参与这个世界 都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 你得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根基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忠告 我觉得可能也是 今天这场直播 给大家最重要的一句话 是吧 找到你的根基 但这个根基是你自己找到的 不是别人塞给你的 这是哲学史以好奇 就是不能说 比如说我自己 我自己现在收心 我一定要收到某一个思想家 我以他作为出发点 其实到现在很遗憾 我都还没有认主归宗 还不知道谁才是我 我的中级的思想家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所谓的哲学史以好奇的威 说明哲学本身是危险的 哲学的危险就是自由的威胁 就是思想本身的威胁 要不然 苏格拉底也不会被判处死刑了 苏格拉底的死刑 就是因为他对哲学的热爱 动摇了城邦的根基 因为哲学的好奇就意味着 哲学必须不断的去追问 他要追问宇宙是什么 宇宙包含什么内容 以及我们在宇宙当中的位置 我是谁的问题 是吧 而且宇宙 它仅仅是由物质构成的吗 还是说宇宙 还包括那些 非物质的东西 比如说精灵 注意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这句话 被判处死刑了吗 是吧 说他败坏青年 说他引进了城邦的新神 所谓新的神 就是他不相信城邦的传统的神了 他引进的神是新的理性的神 伦理的神 是吧 我们刚才有人问 什么是唯心主义 什么是唯物主义 关于唯物跟唯心的这种冲突 就是不同的哲学观之间的冲突 不也引发了非常多的人类的纷争吗 这是哲学 我们掌握了宇宙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的时候 哲学就是认识世界 认识自我 然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来 转向了认识论的问题 我们如何去 道明这一点呢 我把这个太耳翻译成道明 道说说出来 很多时候你想了 你不一定能说出来 甚至我认为啊 你光是想没用的 你不能说出来的思想 就不是真正的思想 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去 不是反驳道德经 是吧 是跟老子的道德经进行对话 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 好像道本身是不可道的 但是如果按照真正的哲学的观点 哲学就是要关心 你怎么把你所想到的东西给它说出来 你不说出来 它就不是走学 你不说出来 你就是伪深刻 你就是伪深存 你以为你很深刻 我们经常写东西有这个感觉 哎呀 我在写之前觉得 我的思想好精彩 好深刻 结果呢 一拿起笔 你要开始写的时候发现 写出来胃痛嚼腊 写出来自己都觉得不行 以前用手写 用手写的时候 就干脆把纸就撕掉了 就发现原来自己的思想如此的苍白 所以说说是检验你的思的橙色和程度的 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如果以哲学的理性 哲学就是说 罗格斯就是说 所以我为他强调这句话 How can we tell 是吧 就是你如何把你的思想倒兵出来 是吧 倒兵出来就是你如何说出来 这一点太重要了 是吧 然后接下来知识的进一步 说感觉 感觉经验 是知识的唯一的来源吗 或者说知识是否还有其他的来源 这不是指 又是一个非常争论的问题吗 是吧 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吗 近代的唯一主义和经验论 他们这一样的争论就是 知识的来源到底是来自于理性 还是来自于感性 其实这不仅是近代以来 唯一理论和经验论的冲突 在波拉苏那里 在苏格拉底很多对话当中 就已经有了 是吧 苏格拉底说 什么是知识 知识来源于什么 回忆 而回忆是什么 回忆就是 人的理性的来源 就是人在接触经验之前 人就已经有一套先天的知识了 这不就是知识论的问题吗 但是除了经验的来源 理性的来源 知识 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来源 比如说靠直觉 靠体悟 靠启示 这些很神秘的 很浪漫的东西 是不是知识的来源 我们也需要讨论 是吧 这很有意思吧 还有下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存在 比如说 我觉得挺奇怪的 兄弟 我今天既然就在坐在电脑面前 是吧 隔着屏幕 用视频化的方式 给大家再讲 就有些问题了 不可思议啊 如果换成一个20年前 30年前 50年前的一个传统的 一个老教师 一个普通的老师 他能想象这种方式吗 他一定想着这太荒唐了 这简直在中漏 而我认为 我今天这时候 此时此刻 是无比真实的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是吧 我们到底是 被上帝的神圣计划所创造的 还是说 我们是一种纯粹的 自然演变过程的 一个部分 这又是一个争论 是吧 这个争论已经 偏向于神学问题了 是吧 我们是自然进化的 还是一个神创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是吧 就是一个关于人的一个起源问题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 有没有一个上帝 西方哲学就是 要问 有没有一个彼岸世界吧 我们如果不说的 再瞎一点 因为信仰是各个民族 古今中外都有的 都会问 有在此岸世界之上 之外 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彼岸世界 对吧 如果有彼岸世界的存在 那彼岸世界或者那个上帝 他是谁 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吧 而我们又是什么种类的生物 为什么人跟别的动物 它是不同的 对吧 这些都是存在之问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灵魂吗 或者说这个灵魂 在我们死了以后 身体死了以后 它还会存在吗 是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身体和心灵的关系的问题 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不存在了 我们的这种灵魂还存在吗 接下来就刚才有朋友问的 我们到底是命令的主宰吗 还是说我们是被某种 我们所无法掌控的 外在的力量 所决定的 这就是自由意志 跟决定的问题 我们到时候会有 哼承很多的思想实验 来解释这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我们 对其他人有义务吗 对吧 这时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关于道德能力的问题了 什么叫做义务 能力问题是关系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跟对其他人有义务 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是吧 如果这件事出于公立的理由 就是说 我之所以对其他人有义务 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我不能伤害别人 这是公立的理由 所以就带来了一个 政治哲学的问题 我有没有帮助他人的义务 是吧 或者说我有没有 我的义务仅仅是不伤害他人 这不就是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他在自由论当中 所阐述的一个核心的原理 就是伤害原则 我的自由就指于 我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在伤害之外 我们都是可以有无限的自由的 这又涉及到所谓的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 等等的区分 对吧 那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 本体论文 认识论 论理学 实践论 政治哲学 等等这些问题 他说所有这些问题 他们都是既熟悉 又陌生的 对吧 说他熟悉 是因为我们每日 每天的生活 都回避不了 这些问题 我们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 都必须去面对 这些问题 你是逃避不了的 而说他陌生 是因为我们 从来不知道 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是什么 我们很难找到 解决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 所以黑盖尔说过一句话 什么是哲学 哲学就是使熟悉的东西 变得陌生 但是我要加上一句话 哲学反过来也是 使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 而所谓的非哲学 或者反哲学就是 使陌生的东西 保持陌生 使熟悉的东西 保持熟悉 这就叫不是哲学 就是你的生命没有长进 你的事业没有长进 是什么状态 你就全然的接受什么状态 那这就不叫哲学 哲学就意味着一种自我突破 一种自我突围 而自我突围的一种方式 就是使熟悉的东西变陌生 使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 对吧 因此呢 所有这些问题 刚才我们所问的这些问题 大家想过没有 他说都不能通过科学探究的方式 得到解决 哲学问题不是科学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哲学问题的时候 一讲到就是什么 宇宙 是什么 什么是宇宙 今天大家还在争论从科学上 是吧 我们说宇宙有没有一个起点 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科学可以不断的研究 但是科学所提供的这些答案 也都不是根本的答案 比如说我通过科学研究 已经明白了 宇宙就是有一个起点的 宇宙就是无 或者宇宙就是无限的 我知道了这个答案 又能怎样 重要的是这个答案背后的东西 支撑着这个东西 我们还都追问 为什么宇宙它是有限的 如果这个问题 没办法问了 我们还问 宇宙是有限的 或者宇宙是无限的 对我来说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那就两种回答问 要么宇宙本身是虚无的 就生命的意义是虚无的 我被宇宙的黑暗所吞噬了 要么生命本身是饱满的 宇宙是充满了一种什么 就是刚才有说文心主义的问题 宇宙是一个精神体 我们人在宇宙当中 就是一种小宇宙跟大宇宙之间的关系 那这些问题其实是个哲学问题 但是哲学问题一不小心 又滑入了神秘的神学问题 那如何保持哲学问题的边界 那哲学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应用我们的理性 去进行辩论 进行拷问的 比如说后来我们后面我们要讲 比如说泰德斯等人的实体论的学说 他为什么说万物的起源是水 泰德斯说万物的起源是水 其实既是一个哲学命题 同时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实验 是吧 因为它是引起了 就是意识激起天成了 万物的本源是水 我讲哲学经济 我也专门讲过这句话 是吧 它引起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意见 是吧 到底水是什么 水是自然意义上的东西 还是说它是代表那个什么 可以变化无穷的一个基点 是吧 所以 很多人就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 他的答案 我们是不可知的 是吧 那么我们的答案是不可知的 我们不清楚怎么去回答这些答案 是否就意味着这些答案是没意义的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特别思辨 他说当一个人说这些答案是不可知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个回答本身就已经反映了某种特定的知识形态 或者知识理论 是吧 就是说你认为这个答案不可知 你背后就假定了 你是有某种知识标准的 比如说你认为知识是确定的 知识是可触摸的 但是当哲学问题发现 给你提供不了固定的答案的时候 所以说你说哲学问题不是知识 当你说哲学问题不可知的时候 也反映了你的知识观 而你的知识观本身就是一种哲学 因此不管怎么样 哲学问题你都是不可逃避的 就像你的影子一样 你回避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你回避哲学本身就是代表了你的一种哲学观 因此这下帕斯卡 哎呀帕斯卡兄弟啊 你现在才来啊 对吧 我刚才给他记成迪卡尔帕斯卡 所以才说 是吧 是否则哲学本身也是一种哲学 是吧 黑色幽默本身就是一种幽默 否则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 这话说得非常的精彩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第一个自然量就是告诉我们 哲学问题不可知 是吧 但不可知不是说没有意义 因为它是不可知的 所以它才有意义 但是并不是所有不可知的东西都有意义 哲学上不可知的东西之所以有意义 是因为这种不可知的东西激活了我们对生命本身 对世界本身的探索 激活了我们的好奇 这就是它的意义 是吧 我怎么讲的那么激动呢 刚才我们的小助理发了一个老布鞋 北京老布鞋 我们学折协家 有一段时间我就专门穿着北京的老布鞋 我就去探索折协问题 是吧 下一次直播的时候 我也穿一双老布鞋 给大家讲折协问题 是吧 读万简术行万里路 脚踏实地 是吧 穿布鞋也是一种折协 好 老师有没有现下活动呢 讲激动的 今天后半部分 我觉得我状态还可以 前半部分有点紧张 要原谅我的紧张 是吧 对 我再看你们的问题 我们回答一下问题就差不多了 今天 做折协 明天我们14点 明天2点我们继续直播 是吧 敬请大家期待 也欢迎大家宣传 好吧 好 我们整体 越讲越好 老师最近好吗 你觉得我最近好吗 你看我今天讲课的状态好吗 走些会让我们生活更好 能否稍微展开 讲第一性原理 这不知道 这我展不开 是吧 我觉得马斯克第一性原理 就是他认为 比如说他的第一性原理 可能是极简主义 是吧 就是他认为 就是我能够用 最简单的方式完成的 那我就绝对不给他复杂化 是吧 所以你看设计的车啊 设计的这个火箭发射的回收技术啊 等等 都是根据第一原理展开的 就是如无必要 物增实体 这就是第一原理 是吧 就是不要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是吧 那是累赘 哲学思考的起点是什么 哲学思考的起点就是你这个人 你就站在到你的起点 你就从你的起点出发 是吧 每个人找到自己起点 哎呀 麦克为生到说不上 是吧 嗯 我也不是贩卖灵魂的小贩啊 哈哈哈哈 呃 继续看大家的问题 你们的问题特别好玩 特别有意思 让我很兴奋 是吧 呃 这个兜售知识和兜售商品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着的 所以波拉 苏格拉底批判 当时的那些赤者派 说他们是贩卖灵魂的小贩 是吧 有机会讲一讲 哲学与艺术的关系 我们下一次就会涉及到 哲学会有很多的领域 就是各个领域背后都有他的哲学 不仅每个人背后有他的哲学 各个领域背后也有他的哲学 是吧 政治哲学 经济哲学 教育哲学 是吧 艺术哲学 所以哲学的背后也是要艺术 而艺术哲学的这个开吐者 比如说康德的三大批判里面的第三批判 判断里批判 其实就是讲审美问题 使审美成为哲学 因为在康德之前 我们一讲到这个审美 是吧 我们就认为审美是完全是一个感性的东西 它没办法建立普遍性 好像审美就是什么 在大家的口味不同 是吧 我现在正在喝咖啡 是吧 那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 或者喝茶的 它就是不一样 你不能说 谁高谁低 我四川人爱吃回锅肉 是吧 陕西人爱吃个什么 这个油泡面 是吧 肉夹馍 那你说哪个东西更好 没办法说更好 就是个口味 是吧 这就是 不叫哲学 哲学是需要有普遍性 可以有对话的 是吧 后面呢 经过康德 后面黑盖 也有这个哲学演讲录 也有艺术方面的 是吧 美学演讲录 然后后面到谢林 专门写过一本书 叫艺术哲学 我给一个学校的老师也说 你们的这个艺术 学艺术的老师都要读读谢林的艺术哲学 所以说 艺术的背后也是哲学 任何艺术思想的背后都是哲学思想 而艺术的创新和实验 也是哲学的一种观念的创新和实验 是吧 这个讲到相关问题再展开吧 中年以后对哲学越来越有兴趣 得益于法律 文学 交叉学和赤的 我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以前讲金平梅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 我是一首金平梅 一首圣经 是吧 我现在讲红楼梦的时候 我说我一首马基亚维利 一首红楼梦 然后呢 其实我的研究是什么 往往是一首文学 一首哲学 一首西方 一首东方 我这个人没有任何偏见 就是满足我的好奇 什么东西 只要他有趣 那我都去刷一刷 是吧 但我这个刷是比较深入的 就是 所以交叉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哲学就是让我们学会跨界思维 把所有的这些知识都融会贯通 就是哲学 是吧 老实人物中这些角度 悟空游戏的成功 悟空游戏 我们就是那个叫黑悟空 就是什么 我悟空 我不玩游戏 所以不好意思 回答不了 是吧 我下围棋 所以关于围棋 折叠的关系 我还是有很多的思考 以前给有人分享过 是吧 今天就不说了 关于四大民族 四大民族我是这样规划的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和水火战 我就不讲了 我不感兴趣 是吧 我对这种太宏大的太太太英雄主义什么东西 我毫无兴趣 但是红楼梦 我会重中之重的讲 红楼梦搞完以后 可能会讲西游戏 我一直认为西游戏是被严重被低估的一步著作 就从他的这种观念和思想层面 是吧 嗯 OK 这是干货 还有问题吗 购物车里面没有做这些这本书 我找一半天也没有 他是这样的 英文版肯定没有 是吧 英文版是我通过自己的渠道 搞到的是吧 中共就是在网上 你们其实也找不到 就是第七版 是吧 所以说呢 你们如果要 你们网上应该到亚马逊什么 你们应该能买到吧 英文版的第七版 是吧 嗯 就我我就讲这本书吧 你们就挨着我 就跟着我们一块慢慢读吧 好吧 好好好 有回放 有回放啊 好的 是这样的哈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给大家聊到这 是吧 然后明天 明天下午两点 我们继续 我们慢慢的 进入佳境吧 明天到后面呢 我们越讲到后面 这个越深入 具体的问题和章节 我相信就会有更多的 这些精彩吧 精彩分成 但是呢 我们不要着急 我们就扎扎实实的 把这本书 就给他 征服他 啊 啃下来 对吧 呃 相信大家需要有这样的底气啊 好 然后什么不敢完全狗通 当然了 不需要完全狗通啊 我觉得我 我讲这些从来没有说我是正确的 但是能够激发你的思想 然后大家需要激烈的反叛提供各种刺激的刁砖的问题的你们今后都多提出来好吧好希望我们把这个东西搞热啊 嗯 行 那我们今天还有啥问题啊 谢谢谢谢 呃 不仅每周日周六两次啊 不一定 呃 这次是今天和明天 是吧 以后呢是随机的 但是我尽量的要多播一点 是吧 毕竟我也是人不是神嘛 哈哈哈哈 我精力有限啊 呃 但是我尽量的很认真的 呃 给大家这个 多播一点吧 是吧 让大家的生命也不用浪费啊 呃 呃 礼貌表示对一些流行是不感兴趣 我不是礼貌表示啊 我就是不感兴趣 哈哈哈哈 不需要讲礼貌是吧 呃 真的我确实对当下的一些都不感兴趣 我觉得所谓的经典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 时间检验是最民主的标准 什么叫做民主 不仅是少数服装多数 民主是什么多元选择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人们 是吧 不同的口味都认同它是经典 那就说明它真的是经典 是吧 嗯 好 OK 谢谢各位啊 那我们今天就下播 今天差不多读到了序言和第一章的第一自然弹 哈哈哈哈 然后呢 我们下一次接着第一章的第二自然弹说 对吧 呃 也欢迎大家 多带你们的朋友来听啊 是吧 我尽量讲通俗一点 呃 然后呢 每一讲 你们之前没听过的无所谓 想看回放的 我们有回放 我们的回放不仅在视频号 我们也会放到b站 等等这个网站上 是吧 呃 谢谢大家的体量啊 今天前半部分可能有些呃 有些地方有点啰哩啰嗦的 但是既然是对话式的吧 我们不需要呃自证腔炎 是吧 呃 我也我保持我的特色 好吧 呃 我还是强调我们以后多对话 是吧 好的 谢谢 那我们今天先到此为止 好吧 OK 霞波罗 哈哈哈哈